我们复习一下这个最最常用的求极限的方法叫罗普塔斯路 他所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是他的结论是这种 求极限的方法 我们先说是先说一些undeterminate undeterminate undeterminate limit 有哪些情况是叫 这叫做undeterminate limit 就是未定式极限 我们在讲这个limit rule 的时候我们讲了有些 有几种方法 有几种情况 那么不满足那个 limit laws的那些情况 我们就是undeterminate limit 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0比0型 分子分母都趋近于0 分子分母都趋近无穷大 这两种叫基本的未定式极限 然后是我们有无穷大减无穷大 然后有0乘上无穷大 1的无穷大次方 base是趋近1 它的exponent趋近无穷大 还有0的零次方 还有0的零次方 无穷大的零次方 主要就是我们这些都是叫undetermined limits 对undetermined limits 我们基本上我们是用lopitas rule来算 我们lopitas rule 它说的是什么 它说的是 如果一个limit 它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 这样的一些条件 第一个是 如果x去进于a的时候 fx等于0 那么x去进a的时候 gx也等于0 第二个是 fxgx 它是differential 就是它有导数 在a附近 它有导数 它是可导的 第三个是 这个limit x去进a 这个fx的derivative 它们derivative的质比的limit存在 gx的derivative 它们在这一点 它们在这一点 derivative之比的limit是存在 那么有这三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得到 x去进a的时候 fx除以gx 这不是零比零形吗 那么它就等于limitx去进a 这个fx的derivative 除以gx的derivative 也就是说 它们函数之比的极限 变成它们导数之比的极限 当然说 一般的话 我们求的话 我们一般第三个条件 我们不直接验证 我们是先求了以后 再去算 这是第一种情况 这属于叫做零比零形的 这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 就是 它的limitx去进a fx等于无穷大 可以是正的或者是负的 limitx去进a gx也等于无穷大 那么 那么二和三是一样的 那么 这个也是 结论也是一样的 x去进a fx除以gx 函数之比的极限 等于导数之比的极限 这是lokitas rule 所以我们把零比零形 和无穷大比 无穷大戏 这叫做基本的未定式 就是basic undetermined limits 也就是说 我们把函数之比 求函数之比的极限 变成求导数之比的极限 这是求未定式极限的一个比较 就适应范围比较广的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些立体 第一个我们求 limit x去进0 好 e的 x-1 这是3x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x去进0 我们带进去的话 e的0次方是1嘛 1比1 1-1 上面是去进0 而310也是0 它是0比0型的 那我们就用Lobitas rule Lobitas rule说的是 实际上说 我们求这个极限 我们可以分别 求它们分子分母的derivative 那么分子分母分别求derivative 这跟cautient rule 要分开 不要跟cautient rule搞混 它是分子分母 nominator和denominator 分别求derivative 分别求到 那么分子的导数是1的x 分母的导数是cosx 然后我们发现 这个时候x去进0的时候 分子的limit是1 分母的limit也是1 所以是1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 我们再求limitx去进0 这还是3x 变成分子了 然后x去进π x去进π的右边 x减π 那我们看一下 x去进π的时候 x去进π的时候 分子是去进0的正的 而3x实际上是趋近0的左边 是它小于0的 那我们也可以不管它了 反正是都是趋近0 0比0型 那我们分子的derivative是cosx 分母的导数 分母的derivative是1 那然后我们把x等于π带进去 我们看cosπ它是等于-1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求了 我们每求一次derivative 我们都要去check一下 我们都要检查一下 它是不是还是未定时极限 还是undetermined的 这个我们实际上也是0比0型 我们看有没有写的 我们看0比0型的极限 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立体 x趋近有无穷大 这是logx除以x 那我们看x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logx是趋近负无穷大的 x趋近正无穷大 那么这无穷大比无穷大 我们不管它是正的还是负的 只要它是正负无穷大 我们都认为它是无穷大 那么分子分母 我们nobitas rule的结论就是分子分母 可以分别求导 然后再求极限 那么分子的 分母的derivative是 x分之1 分母的derivative是1 当x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x分之1是0 所以这个是0 然后x趋近正无穷大 这是1的3x除以x的平方 如果是x趋近负无穷大 那这个就不是未定式 因为x趋近负无穷大的 是1的1的3x就趋近0 所以这个是无穷大比无穷大的限制 我们还是用分子分母分别求导 那这是3倍1的3x除以2x 分子还是无穷大比无穷大 我们再继续求derivative 分子分母分别求derivative 不要用culti rule 这是9倍1的3x乘上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分子的derivative已经是 分分母已经是趋近2 分子还是趋近无穷大 所以是真的无穷大 我们再看一个 x趋近0 culti的x除以logx 那么culti的x是cosx除以sinx 当x趋近0的时候 当这个是x趋近0的时候 cosx趋近1 sinx趋近0 所以分子是无穷大 而logx也是无穷大 它就是趋近负无穷大 那这是无穷大比无穷大型 我们求derivative culti的x derivative是负的cosx sq 然后这个是x分之1 我们把它换成sinx和cosx 这样可能更清楚一点 负的cosx 我们是sinx的 cosx是sinx分之1 所以把它拿到分母来是sinx的平方 那我们看到 这是负的 还是这个时候变成0比0型的 我们把负号拿出来 然后再求derivative 这是1 这是2倍的sinx cosx 那我们看 x趋近0的右边分母趋近0 这个分母趋近0也是趋近0的右边 那么1比上0的右边 1比上很小的一个数 1比上0.0000001 但是它是正的 所以这个极限它是正无穷大 前面还有一个负号 所以是负的无穷大 这是无穷大比无穷大的形状 我们是直接用lopitas rule就可以算 那么如果是其他的形状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limitx趋近于 x趋近真无穷大 x乘上1的负x 那这个趋近0 这个趋近无穷大 所以是它的形状是0比无穷大的形状 0乘上无穷大的形状 或者无穷大乘上0的形状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是把其中一个拿到分母趋 就变成0比0型 或者无穷大比无穷大型 那么1的负x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拿到分母趋 就是x除以1的x 这个时候是无穷大比无穷大型 那么两边分子分母分别求derivative 那这是1 这是1的x不变 那么分母还是趋近无穷大 分子已经趋近1 这个时候极限已经有了 所以这是0 这是0乘上无穷大的形状 0乘上无穷大 那我们再看一个x区间π的左边 x减π 乘上tend 2分之1x 那么x区间π的时候 tend x是sinx除以cosx sinπ区间0 那么tend的2分之π 这是2分之1x 所以是312分之1x 那312分之1π是趋近1 而cos2分之π是趋近0 所以这个是tend的2分之1 这是趋近无穷大的 那么π的左边就是小于2分之π 这是正无穷大 那这个趋近0是0的1 0的左边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0乘上无穷大的形状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把其中一个拿到分母来 我们拿谁呢 我们可以把tend 我们拿到分母来就变成cortend 那么x减π 这是cortend 2分之1x 那么cortend的在x区间 在cortend的2分之π是0了 所以是现在变成0比0型 就是如果是0乘上无穷大的形状 我们就是把其中一个拿到分母 就变成基本的未定式极限 那么我们再用罗普塔斯路 分子分母分别求derivative 分子的derivative是1 分母的derivative是负的cortend 2分之1x的square 那么负的cortend cortend是3x分之1 所以是负的32分之1x的平方 那么x区间π 那就是3二分之π是区间1 所以是负1 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这种形状来 x区间于0 x区间真无穷大 x乘上3x分之π 那x区间无穷大的时候 x分之π区间0 所以这是无穷大乘上0的 这种未定式极限 那我们把其中一个拉到分母区 那我们3我们就补好拉了 我们就把x拉到分母区 拉到分母区变成x分之1 那这个时候是0比0起 x区间无穷大的时候 x分之1区间 所以是x区间真无穷大 x分之3x分之π 所以是cos x分之π 再用称入 所以负x分之1平方分之π 这里是负x分之1 所以x分之1 所以x分之2跟x分之2可以约掉了 所以就变成Limited x区间真无穷大 负的π乘上cos x分之π 那x区间无穷大 x分之π区间0 所以cos x分之π 区间1 然后再乘上这个外面的π 所以是结果是负π 这是0乘上无穷大的形件 0乘上无穷大 那我们的标准做法 就是把其中一个拉到分母区 变成两种基本的微镜式极限 那我们再看相减 无穷大减无穷大的情况 x区间0 那么是x分之1 减去x分之cos3x 那我们知道 x区间0的时候 x分之1区间无穷大 cos3x也趋近于1 x平方分之1 也趋近无穷大 所以这个是无穷大减无穷大的形形 如果出现无穷大减上无穷大 那我们的做法是 把他们通分 先把他们做成common denominator 就变成x平方 1减上cos3x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这是0比0型了 又是基本的微镜式极限 因为cos3x 3x区间1 那么求derivative就是3倍的 3x 这是2x 那么还是0比0型 我们再求 再求一次derivative 分子分母再求derivative 就变成9倍 3 9倍cos3x 这里分母就变成2 cos3x区间1了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求道了 所以是9倍 这是无穷大减无穷大的情况 就是这种类型的 那我们基本上会出现要通分的样子 x分之1减去 e的x减1分之1 那x去近0 那x分之1就去近无穷大 1的x减1也去近0 因为1的0次方是1 两个都是无穷大减无穷大 那么我们使用通分的方法 那就变成x乘上 e x减1分母就变成 分子就变成 e x减1 再减去x 当x去近0的时候 e x减1 e的x方减1 这个是等于0 这个也去近0 分母是0乘上0 所以这是0比0型 分子分母分别求derivative e的x减1 这是e x减1 再加上x 乘上e的x 那还是0 还是0比0型 我们再求derivative 这变成e的x 这是e的x减1 加上e的x 那这个时候已经不是0比0型了 我们要每做一步要检查一下 看它是不是还是未定式底线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把x等于0带进去 分子是1 分母是1加1 再加0 所以是1分母分母 这是第四种类型 无穷大减无穷大 第五种类型 第五种类型 我们看一下 0的0次方 这种类型 x去进行0 x分之3也x 那么如果出现这个叫密质函数 它的base和它的explanetial都是函数 所以我们叫密质函数 密质函数我们通常要把它画成explanetial款式 要把它怎么画来 这个首先我们说是0比0型 0的0次方 0的0次方 e的无穷大大次方和无穷大的0次方 这都是一种密质函数 那我们都是把它取个e底 我们知道explanetial function和logarithm function是互为反函数 所以取个e底再取个log 它这个函数是不变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按照这个logarithm function的 它的一些properties 它的指数被拉到前面了 所以是sin x乘上log x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拉进去 好 sin x乘上log x 那我们可以看到 limit x趋近0 sin x乘上log x 这是实际上就是一个0乘上无穷大的情况 0乘上无穷大的这种类型 因为sin x 区境0 log x 区境负增大 这应该是正的 x 正 x 卖预定就没用意了 那我们说 凌晨上无穷大的提醒 我们就是拉一个道分流来 我们可以写成这种 cosecant x 因为是sin x 区境负增大 那这是无穷大的比无穷大的 分子分别求derivative 这是x分之1 cosecant x的derivative 记得吗 cosecant x乘上corten x x 区境0的右边 我们把x拉到下面来 然后cosecant x是 它是1 3x分之1 正要拉上去变成3x 我们避免大家想的太快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可以写成这是limit x 区境0的右边 这是x分之1 数的cosecant x是3x分之1 corten x是cos x除以3x 那我们 x 区境0的右边 x 拿到下面来 跟cos x 写在一起 上面是把负号整个拉到外面 上面就是3x的平方 那还是零比零星 那我们再求derivative 把负号拉到外面 2倍的3xcos x 那么乘上一个分母的derivative 是cos x 再减去x sin x 这个时候 我们就再check一下 分母 当x去近0的时候 cos x去近1 x和sin x都去近0 所以分母的limit是1 分子的limit还是0 所以这个是0 好 第二个 我们的limit x7 这是x的3x分之1 那么我们 x去近0 的右边 1的2x-1 好 x x去近0 1的2x去近1 所以1-1 0的0次方 我们还是把它写成一个指数函数 和一个对数函数 一个2x-1 好 这是x 那我们 哦 这是 这算 这我们 前面这个题没完 我们还是算的指数部分是0 那么原来这个就变成1的0次方 这是1 原来的函数 这是 所以原来的极限 所以这个原来的极限 x去近0 x的3x 这是等于1 好 那这里我们还是可以写 第二个题 x去近0的右边 那么1的 我们把指数拿到外面来 是log1的2x-1 那我们还是考虑 我们可以写成1的limit x去近0 x乘上log1的2x-1 x去近0 x乘上log1的2x-1 因为1的2x-1 去近0 所以log1的2x-1 去近5最大 而x本身是去近0的 那我们把 x放到分子 放到分母 这就是x分之1了 这是log1的2x 这是1的2x-1 这是5超大的形成1 1的2x-1 1的2x-1 那么这个时候是0 这是5超大 5超大 5超大 5超大的形成1 分子分母分别求derivative 所以是1的2x-1 分子2 1的2x 那乘入2的x 平方分之1 好 x去近0的 右边 我们把它 x平方 我们把它 写成新的fraction 那就是2倍x平方 e的2x 就是e的2x-1 我们再求 这个是 我们再确定一下 x确定0的时候 分子还是确定0 分母也还是确定0 现在是0比0型 刚才是五重大比五重大 现在又变成0比0了 我们再求分子分母 再求分别求deriality 分母是2倍e的2x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五重大比五重 已经分子分母的 那么这已经有了 那我们看一下分子的limit 是4x e的2x 再加上 2x 其方再乘上2比1的2x 那么分子的 分子的limit是0 因为都有x 所以是 0 分子去近0 分母去近于2 所以原来的 所以我们原来的这个 这是0的0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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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立体 第五个立体 第六个立体 那么无穷大的0次方 或者1的无穷大次方 我们先碰到哪一种呢 x 趋于正五穷大 x的x分之一次方 这是五穷大的0次方 这种 那只要是一致函数 我们都把它画成指数函数的形式 所以就变成limit x趋于正五穷大 这是1的x分之1乘上logx 我们可以写成1的limit x趋于正五穷大 这是x分之logx 那么我们直接写了 因为这个看起来简单 x趋于正五穷大 分子分母 因为这个 这部分 它是无穷大 比无穷大 那么分母的derivative是1 分子的derivative是x分之1 所以这个是 e的limit x趋于无穷大 正五穷大 那么x分之1 x分之1的limit是0 所以是1的0次方 所以是1的0次方 好,我们再看一个 再看这种 limit x趋近0 e的x加上x 这是x分之1 这个就是 那我们看一下 分 这个base的limit是1 e的x方是1 加上0 所以它是 就是这种情况 那我们一样的 我们去e的 再去log 这是1的x加上x 这是x分之1 所以是limit x趋近0 1的x分之1 log1的x加上x 我们大概写成1的 那么这x趋近0 这是x分之 log1的x加上x 我们还是把 我们还是把 带着1写吧 指数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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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趋近0 那么 这是0比0型 因为log log1等于0 那直接求 derivative x趋近0 分子的derivative是1 分母的derivative 1的x加上x 再用称入 这是1的x加上1 所以是等于1的limit x趋近0 这是1的x加上x 这是1的x加上1 这个时候已经有 已经有limit了 因为分子的limit是1 这是加1 分母的limit 分子的limit是2 这是1的0次方加1 就是2 1的0次方加0 这是1 所以是1的2次方 那这是log2的辞入 它的一些应用 就是所有其他的微量式体现 都可以化成 两种基本的微定式极限 然后再用分子分母 分别求derivative的方式 来求到它的极限 好 这是这个 诺贝塔斯路 我们就复习到这儿